他人也非常的熱情不錯 熱情 又和愛可親 我蠻喜歡他的氣場的 同齡般的大野 8899 Jack Queen的%還是高滿多的 47 將近一半的勝率在三人桌 哇這個超強的牌 問題是沒有人 可以 支付 更強 三條 代買 童花順 三條買黃銅 好應該是沒有人跟得了 說出去我都不信我是這個牌 在我這個馬量 這種形象下 那這裡我們 抓到了 一手好牌 我們的YK一樣是拿到了三條吧 然後面對一個 KK的下注 那這裡是完全可以快打的 因為有兩門畫面 NICE BLUFF TIGHT CLEAR 嗯哼 COLLIE CHECK COL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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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ECK TIGHT HAND 每個人都在塑造自己的形象 我不做炸虎 我是一個很緊的玩家 井若 這裡我們的王軍拿到了一個頂對大踢腳 那這個短牌的FINAL TABLE一樣是七名嗎 對七名 七名 所以再淘汰一名玩家我們就要合體了 在剩下八人玩家 翻個八個玩家的時候 還是打兩個四人桌 因為短牌的標準是四到六人桌 那王軍這邊選擇下注選擇Check 我覺得都是OK的 那我自己本身會在沒位置 我比較傾向去Check 我覺得這個比賽非常合理 因為他的決賽桌是設置成七人決賽桌 因為如果是八人決賽桌的話 就顯得翻前的動作會過於頻繁 對因為在短牌裡面各自拿到大牌的概率會更加多 那短牌基本上是玩不了一個滿人桌 就九人桌十人桌的 因為幾乎都會每一次十人桌裡面 將近兩次裡面就一定會有 玩家拿到一首可以ALL IN的牌 對 那麼就變成一個 如果不限注的話 不是PORT LIMIT的話 就變成了一個翻前範圍ALL IN的比運期的遊戲了 所以我們的短牌一般都克制在六到七人桌 太多人也不好玩 對太多人不好玩 我們短牌目前還處於一個發展階段 所以今後可能會有更多的規則上的一些微調 好 也是說不準 這裡可以看到我們的本桌的CHIP LEED又拿到了三條九 那我覺得這邊應該會有一個主動下注 因為上面的組合性其實蠻多的 對 那我覺得這邊主動下注應該是 一個半尺 他已經下注了 對 他下注了七萬五 一個半尺 希望去Catch一些A 一些買順 果然兩位玩家都是買卡順 你看這裡是買卡順在 買卡順是完全是可以扣一條街的 選擇跟住 選擇跟住 那這裡捷王大也得到了合適的賠率去買他的卡圈 後手還有一百二十萬 這裡是他拿到的葫蘆 那我覺得他這個CHECK其實就是希望後面有A死的人會來動作 還是CHECK了 因為這裡有可能是有一些A死啊 就是A死大踢腳 在TUN上他是不希望打光的 還是希望控制 因為一方面他沒有一個位置的優勢 另一方面在River 因為River再掉一張牌 只要不是9 那麼在TUN上如果他選的BAT 對手的跟住範圍裡面一定是戴A的 戴A的話River掉任何一張不是9的牌 他都有概率被對手擊中踢腳 是的 那麼在沒有位置的情況下 像這種情況他就非常的不好確定自己手牌範圍 那像這個狀況我剛好跟觀眾有解釋過 像這種狀況避免被對手Buff 我這River會下一個蠻大的柱 可是如果River對手敢Buff All-In我的話 我會選擇蓋牌 或是他 因為這邊如果下一個比較大的柱 對手是很難Buff 對 所以我這邊我可能會下一個 一個柱吧 我可能會下一個三十六萬五 就直接打一個POT 或打三十萬 所以這裡選擇下柱 會好過於Check 那他果然選擇下柱 打了一個很大 打了一個很大幾乎滿POT 在三十六萬五千的POT裡 下柱了三十二萬五 對 這是一個很高比例的下柱額度 那王君這邊是有一個圈 對 他現在想想看對手轉排沒有動作 River突然打一個這麼大 可是我手上有一張圈 那扣不動 小莊大選擇跟住 嗯 支付了這一個 算是一個很大的價值下柱 這是沒有辦法的 他是拿到了一張圈 拿到了一張圈 他買到一張圈 既然Flop選擇了跟住 那麼在盒牌拿到這張圈的時候 就得支付了 這是非常合理的 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的UTG已經中了一個順子 我們的RickyMove是拿到了順子 目前牌面上是Nuts 我們的王君用是用A圈在這裡做一個下柱 在26萬的底池中下柱11萬 差不多是一個40%的下柱 那這邊會不會來做一個check race呢 其實我覺得蠻有機會做check race 因為現在這個狀況 假設對手有 假設只有一對 或者是一些桌牌 那在沒有位置狀況之下 我拿這個順子 如果不check race的話 對手River 可能是一個很容易就check掉的攤牌 因為假設我選了check call River一定選了繼續check call check race之類的 那我這邊 應該要再turn 試著把底池照大 他做了一個比較小的 比較大的 把主動拳拿回來 對 然後這樣River可以接著繼續下柱 做了一個比較大的加柱 44萬 同時他這裡的check race也是為了 造大底池 在River可以多拿一點 就是Value 因為turn上的底池造起來之後 他River 哪怕是打小比例的size 也是一個很高額的柱 是的 那我覺得這邊只有 我覺得這邊的抵抗範圍 應該是兩隊以上 那這邊只有一隊 而且沒有任何的成長空間 對 很難 我猜這邊one pair 其實就只能蓋掉 蓋掉 首先先 先姑且不認隊友 像他真的有牌 如果隊友 假設算他沒牌好了 你一個one pair 扛不動River的牆 你扛不動River的下阻 其實就變得有點在浪費籌碼 對 所以我覺得 我猜Wakin Young 其實也打得蠻好的 那我相信他 應該也會知道這一點 他也是個 對撲克有非常高的熱情的玩家 他選擇 他在考慮對手的形象 好像有點不太相信對手 我猜如果假設他沒有位置 可能應該就是 蓋掉了 沒有位置一定是秒蓋的 對 那他現在 呃 有些其實 呃 我猜啦 也許他有個想法 因為畢竟 趕那種 Buff兩發的 三發的人 其實真的是 少數 對 那他可能也有 可以把他扣到 扣 看他River敢不敢打 對 先把他扣停 這裡River出了一張花 其實在他的根柱範圍裡面 還是有很多的 花的組合的 他選擇過牌 應該是選擇Check Call 那他A現在還是有一個 強 比較強中等強度的一個 這個Showdown的Value 看他這後排在他的系統裡面 會不會選擇下注 好 確確他選擇 他選擇Check 為他少少損失了很多的籌碼 我們在 福格斯基 有個Puck King 選擇假注到14萬 3.5个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我们的chip leader 总是在 在前之位是拿到很好的牌 在这里是没有遭受到任何抵抗了 后一之位都没有任何的牌力 他的形象在桌上现在属于比较的松 这个时候来牌 如果对手有 有强牌的话他支付是很满的 因为这些对手都是 非常善于调整频率 伯父是一个可以limp的牌 王军现在很悠闲在桌上捡指甲 对修一下指甲 这一破发是race到13万 在hijack位置 Jwanda这时候六七是没有办法抵抗了 Bogoski应该是没办法玩的 对这时候K6有位置 对手也是个深马 Pogoski这个脸是不是有点想法 还记得他刚刚有一个open 一个K7 off 他现在后手是有150个前柱 选择跟住 选择race 选择加注到40万 对 直接盖牌 Bogoski应该有筹码好凶啊 对啊 因为的确是在目前这个阶段 他如果拿到一些有位置的情况下 他确是可以做一些激进的动作 首先对手没有位置 不敢跟他抵抗 其实他丑满K1 桌上任何一个人 两骨子 两骨子 主帮导直接在这里 Hijack位置选择了 All Link A9 那这第二位的全十杂色 这是没办法cota的All Link 目前底柱还是前柱2万 底柱4万 看你什么牌 哈哈哈哈 高牌 哪一位 我只是告诉你 是有趣的 因为你不知道他们在街上会显示 对啊 哦呀 他们可能不会显示 他们可能显示其他人 哈哈哈 我希望他们不会显示 可能是吗 那观众朋友们 这里是Selena 我回来了 刚才去吃了晚餐 然后去健身 那在健身房里 每个大神都在 他们好像出局比赛就去健身 哦 这样吗 那我待会儿 可能明天空的时候 要去健身房 去逮一逮 看看有没有我的偶像 BONOMO在 DAVORUS在 MAKITA也在 那我去逮逮看 有没有Eric Sadell 应该不会 哈哈哈哈 他看起来不像健身的 是吗 对 那这边我看见 UTG JUANDA拿到KGO的牌 平更了4万积分牌 那这边王骏 那96童话的牌 加注为10万积分牌 然后呢 PORFUA在位置最优势的情况下 拿18童话的牌 做了一个跟注 好 这里三位玩家都进尺 因为对JUANDA来说 已经投入了4万的情况下 去跟注6万 看一个32万的底尺 是非常选一逼的 那这里我们看见JUANDA 他是拿到了中队K 然后再次是领先者 那王骏 作为PREFLOP的加注玩家 他在这里选择是继续下注 下位是下了25万的积分牌 AK都不用了 AK没有A 69 69啊 AK都不要了 很顺利的 有抵对 有抵持 有K不要 厉害 有K就不要 哎呀 一点点钱 有K还不赌 我筹码不多 跟我就笑 就是啊 你都挖出来 那个狗人 我不能跟 对 JUANDA也是考虑到他的后手筹码 在跟注了FLOP之后 会显得越来越粘迟 那么很难抵抗对手三条街的 价值下注 即使对手是在BLUFF 所以在没有 没有位置 且不判定自己到底大还是小的情况下 他选择放弃了自己的中队K 非常的理性 好 这边我们看见Pygorsky 在枪口位 直接拿A式的牌 加注到14万的积分牌 那顺利能拿下底池 那我们现在是决赛桌的泡木器 对 之前我们的哈利波多 Hexton是 在装位的A勾接了CO位的AK的O-Link 然后被淘汰在前圈外 再之后是 好 我们可以看来 这里 又是他们两位 那这副牌是翻牌前 WAKING YOUNG加注为15万的积分牌 JASON KUN跟注 那这里转牌 我们看见 在WAKING YOUNG过牌的情况下 JASON KUN选择下注了20万的积分牌 WAKING YOUNG做了一个非常标准的锅牌跟注 合牌是一张十 那么它是比较定心的 这张十的出现 使他输的组合数更加的少了一些 因为这样子至少他不会再输击 那当然就是这个翻牌出来 JASON KUN是对着买顺买花的面 出卖希望 但是不幸的是 来了两张十 我们看到 POWER是在UTG LIMP了他的圈石铜色 这里JORANDA在HIGHJACK 拿到了勾圈杂色 那这里可能是要做一个SQUEEZ 然后做一个挤压的下注 直接是选择ALL IN 在这个筹码 可以看到第一位是拿到了一手KK 那王俊在这里是不会弃牌的 那他在这里会考虑是平坑呢 还是打个ALL IN 那他选择全压 打了247万的ALL IN 那这里UTG是直接一个简单的棋牌 那JORANDA非常不喜欢 在这里看到一对K 对 他的击中是没有KK大 而且他的顺子买牌 也是被对手隔离掉了上胜 那么现在只能期望 他现在只能期望 FLOP能拉出来19中间位置的牌 对他的赢率是好一点 很棒的翻牌 那这个翻牌给了JORANDA三条勾 这是你先望军 对三条的击中 三条的击中 但是JORANDA问了一圈之后 反正没有人有K 那在剩下的牌中还是有两张K 比较危险 还有一张牌 比较的危险 还好 他成功的Double Up 存活了下来 我拿一张石 他拿一张石 他的牌没有了 他都拿了 两个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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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可以看到 其他的牌手 是把他的买胜牌 买胜的出路都隔离掉了 所以 只有FLOP的击中 能为他带来了一个 比较好的赢率 那明天 北京时间1点半 会给大家带来200万港币买路的主赛 那不上类的Ha clumsy 比赛 比较根据 干凉 比较满 比较坏 他真的在brek 于你 比较坏 比较坏 mycket 比较坏 我想 王俊在Cutoff位也跟住了A圈 然后Paul Fua庄家卫过牌 那这里发出来是K17的面 那这里我们看见Paul Fua是中了抵队 那三家过牌到Paul Fua 他这里应该会用他的K8来下一个柱码 去做一定的保护 那三家过牌到Paul Fua 因为他的顶对落踢脚实在是不太愿意在特上看到任何一张牌 甚至哪怕是他的8 也会给对手带来很多的反超余地 那这里下住了12万5千的几分牌 这边我们看见王俊他手持的是可以买卡顺的A圈 12万5千下手非常重 这一个王俊没有我位置的情况下 他的卡顺赔率也不太好 那选择去call 那他是转牌 马上王俊买到了他的卡顺 那现在他的牌力是10勾圈KA的顺 在拿到纳斯顺之后 王俊可能会选择反打 他直接选择all in 这里王俊他打了140万欧印 这牌力破发不够强 对实在是跟不动 那他有可能是关心好朋友 不想让他输得太多 推个all in 那人家可以做一个easy fold 的确这里10上的all in 显得牌力非常的强 而且他的气牌力是很高的 那王俊在这里也不想对方买花的机会 那我们看一下这里有Richard Young跟Jason Coon 到了转牌的地方 这边呢Jason Coon 是两队领先Richard Young的两队 这里是两队over两队 那这里相信 面对一个32万的下注 还是需要抵抗 是一个非常轻易的抵抗 那这张盒牌发出来 任何勾在这个面上是顺 那两位玩家应该会比较小心了 好 我们看一下这桌积分牌的排行表 这边Rakimov是178个前柱,Jason Kun 176,Rakimov 171个前柱,Richard Leon 167个 那大家都非常深筹码 可以看到这桌的筹码分部比较平均,都是靠近170个前柱上下 这个排他在UTG气掉了8-7,不同色 我赢了? 章威拿到一手非常好的牌,结果没有人给他玩 至于Richard Young 拿到一手很高质量的铜色手牌 他选择在这里加注12万 这里他的儿子拿到了一手Nuts 翻前的口袋对A 他在这里进行思考 加注44万 还很清楚 而在这里对他做bluff的概率比较小 不想跟他多做纠缠 而且并没有位置 选择直接弃掉了他的K圈同色 之后 好,OK Friendly,Bet Friendly 那这边Richard Young 枪口位 跟住四万积分牌 手持的是八七童话的牌 也是很不错的牌 那这边我看见Waikin Young 拿到了AK 在这里又做了一次家住 庄卫这里面对这样子一个家住 应该会拿这首K圈同色 进行一个跟住 毕竟他这里拥有最好的位置 手牌质量也非常的强 是一首延展性非常高的手牌 我目前可以看到三家的 银牌的权益都差不多 这样子的话给了一个 十六万对四十六的抵制 他觉得绝对放弃 那现在我们还剩两位玩家 Waikin Young 跟Rakimov 看看牌后 那这里是十七六的面 在这里Waikin 他还是高牌AK领先 虽然目前 前支位的高牌AK领先 但在双方都没有击中的情况下 后支位的玩家拥有了很大的优势 选择紧身的过牌 Rakimov现在他手里两张草花 并没有任何后门花的概念 选择下注一个二十五万 直接收下底池 那这也是为什么后面的位置更有优势的原因 在这种面上他可以下注 然后拿下底池 Waikin他过牌 因为这个翻牌对他不是很有帮助 使用在这种面前 把牌的帮助 他不会有 键掉下注 只能够不可思认 jong 所以我们只能够 也不可思许 所以我会 我们的Waikin Young 在海队柜里拿到 到了7-9同色 那现在YKing跟住Rakamov也跟住Richard Young在庄稼位选择了果牌 好 这个地区又是他们三人的地区 那这里K圈9的flop 在这边我们看见YKing他是中了敌对 那这个转牌给Rakamov现在得到了3条6 那战士是牌力最强的玩家 那这边YKing他觉得这个6不是一张威胁的牌 那在这里下住了12万 诗图直接拿下底池 选择跟住 好 我们的Richard Young是继续选择放弃 那这里合牌是一个A 没有有任何改变 现在Rakamov是3条6 合牌的A基本上是一张Blank 即使目前的Natshund是AK圈10勾 10勾在flop也已经击中了10Nats 那这里我还可以选择下住22万的积分牌 他目前知道虽然他击中了9 但是在这个SPORT他的小队子就已经是赢不下任何牌了 基本没有show down的value 那么想要在这里下一个标准驻马 去击飞对手的一些落成牌 对手的范围里面还是有一定的K和一定的圈 那合牌的这张A是为他们带来了一定的威胁 这里是遭到了一个加注应该 那是轻易的棋牌 遭到一个75万的加注 谢谢大家 Rakimov 現在拿到圈鉤 加州為十四萬五千幾盆反彈 這裡Richard Young 跟住A goal Jason Kuhn 在莊家衛放棄了十七 這個翻牌我們看見是866 在史那兒Richard Young 他是A goal的高牌領先 Rakimov 他在這裡下注了21萬的幾盆牌 希望你拿下定制 我們現在Action到了藍桌 這邊我們看見有三位玩家 現在是翻牌前Pofua用Ghost做了一個加注 12萬的幾分牌Pegoski一對七摳了Pofua 兩位玩家的籌碼都蠻深的 在這幾分牌前Pofua的後手還有超過100的 這裡是直接拿到了買花帶卡順 而且是雙頭卡順 這個Flop對他來說是非常的棒 非常的調皮 好 好像是進入到了一段休息 我們暫時直播間是休息15分鐘 然後會給大家帶來前面放過的一些精彩的排局 大家不要走開 待會見 我們在的雙頭卡順 以上就行 一會bes 獨て啤酒 我們可以倒下 雙頭卡順 我們可以讓你頭有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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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級威武 迪莉瑞賽 炸彈、炸彈 而且是大的炸彈 頂炸彈 而且他這裏的確 很難得到一些支付啦 就是有價值 可是又不夠大 然後要不拉幅又覺得如果被推回來會有點可惜 可是他牌又有成長空間 那如果像在這階段 我自己是比較傾向於Check啦 因為我會想要便宜的買 因為畢竟這疊牌對他自己也不利 那如果發個J的話他也是 可以也許會贏一下這個底屍 那發雙頭順他也都蠻好處理 可是如果這邊BAT遭遇一些反抗 其實會非常煩 對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Lysha Young這裡的牌 也不是很支持他去做一個大的反抗 那面對一個47.5千的下注 他可能還是會選擇跟注 甚至有可能會被打氣 會被O-in 你覺得他會O-in嗎 不太好說 對 他是一個非常激進的玩家 他現在得看他自己判斷是否大 他選擇跟注 這是最穩妥的做法 這是最穩妥的做法 我們目前屏幕上 顯示好像是這個board是有點錯誤 因為我剛好看到 面上是發了四張方片 這裡是一個秒蓋 他這裡不是頂對K 好像是買到了納茨花 因為我看到board上的那張K應該是一張方片K 所以應該是一個顯示的錯誤 對應該是一個顯示的錯誤 對應該是一個顯示的錯誤 那如果是張強呢 對AQ是非常強的 可是記得我們剛剛在前面看到有沒有 Jungleman在遇到類似這個狀況 他直接把他的Pocket Queens直接蓋掉 對 桌上我們聽到有一個玩家說他蓋了十溝兩黑桃 十溝兩黑桃 王君應該是王君他蓋了十溝 好 又多了四張奧子 奧子 GG 我們的XT 一張K啊 一張K 沒辦法 這樣沒辦法 沒辦法了 這個沒辦法了 這個神經兵啦 AV怎麼摳 我十溝兩個黑桃 可以摳都輸掉了 對 我知道AV不可以摳 十溝嘛 我在這裡也能摳 我說完了 沒想到 這裡又是 打光的 石溝銅色 跟AK雜色 這個 雷派怎麼辦 呆囉 呆囉 等牌了 但是我可以 各自的發展,敵兩隊和TPTK 依然是誤誤看 對,可以買Q,買A,買K 哇,直接贏了捉音隊了 Jetson Quinn 我們這裡的... S4也被淘汰 我們可以看到在短時間內 連續兩... 我們的波幅拿到了一個S-King 我覺得他會直接O-In 雖然是泡泡旗艦 也不是不可以,選擇O-In 直接O-In沒煩惱,問題對給別的吧 100個... WO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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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是... 拿83個... 前輪柱直接Call 是誰Call啊? Hosten嗎? 對,我們的哈利波特 怎麼這麼突然啊? 他剛剛QQ不推,現在去跟... 這個... X-Jack 不要給他們知道... 而且... 因為他是... 防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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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備那個... 就是被剝削 然後他這裡居然是... 完全無視SM壓力 就說明... X-Jack 我覺得Call有點太多了吧 83個... 83個... 抵柱 83個抵柱 83個抵柱 Hosten只有... 自己只有20幾個而已啦 他好像不到100萬了 83... 呃... 對... 40... 那現在... 83萬... 22個抵柱 44個大忙 44個Anti 44個Anti A-K A-K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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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這麼... 好跟嗎? 我是... 我是一定... 蓋掉的 這個沒有... 其實是在... 在Range裡面 A-Go還是領先啊 因為畢竟他是在最後一個位置 我知道... 現在是... 泡泡洗尖嘛 所以A-Go... 他是考慮到... 就是... 就是ICM的話你可以考慮不跟 但是... 嗯... 如果他想... 他想要拿冠軍 他想要衝冠軍 這裡得跟 我覺得A-Go 這個像是... 短牌有點小了 像是之前... 呃... 像是之前那個澳門的豪克賽 就是... 鯉魚 在泡沫期間 call了一個... 160萬港幣的一個... 就是... BVB嘛 他是A-9 他是A-9 然後對手是... 勾差 勾嗨 但被... 對啊 只有兩張... 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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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的... OK... 獲勝... GG 有錢... 有錢... 好... 我們的... 哈利波特 變成了我們... 這一場比賽的... 泡泡男孩 在这个位置他只有100万 也就是正正好好50个前柱 25个底柱 是一手可以squeeze的牌 但是我们已经上帝视角看到了后卫 有一手主导他的牌正在蹲着 他这里会不会啊哦 啊哦 那这里是很遗憾 他撞到了一手支配他的 好我们的第一本撞到了牌 那第一本也是在同一个位置了 就CO位对上了第二位 第一本算是我们的之前的天选之子 对那看上次一个1out都跑出来了 这一次3out会不会也跑出来呢 讲不好啊 然后我们就会召唤一人的车子 对 你们找个男王 QJ9 不 QJ8 789 789 789是不错 789是不错的 QJ8 一张八一张圈 一张八一张圈 那这样子的话 多了两张9可以chop 对 2张9 3张10 一共5张牌的出路 没有击中 GG 那这里我们也恭喜我们来自中国香港的DAMTOWN 是拿到了本场比赛的第9名 ChampCha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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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里可能是要做一个squeeze了 然后做一个挤压的下注 直接是选择all in 在这个球马 oh 可以看到迪乐位是拿到了一首KK 王俊在這裏是不會棄牌的 他在這裏會考慮是平空還是打個all-in 他選擇拳牙打了247萬 歡迎觀眾朋友們回到我們直播現場 那這裏是我們第二輪的賽事 是100萬港幣買路的短牌 現在賽場私生8位玩家 還有一位玩家出局我們就能進入決賽桌了 藍桌這邊是Pegoski跟Paul Foire 戰時積分牌領先 然後紅桌這裏是Rakamov跟Kun 現在前週是2萬5 桌家位是5萬 做得做不穩 我們可以看到比賽繼續還剩下兩桌玩家 當這兩桌玩家再淘汰一名之後 就可以進入到我們的Final Table決賽座7人 繼續為大家帶來的是傳奇撲克2019年幾週島戰 超高額買入豪客賽系列第五場賽事 100萬港幣買入的短牌 現在在進行Final Table的即泡泡階段 那這裏有三位玩家看往這翻牌後 這邊是Goal 96的面 有兩張梅花 那在這邊Paul Foire他是有買花的機會 然後John Juanda他是卡順帶高章 那他在這裏選擇下週13萬的積分牌 那這邊Paul Foire他是不會放棄他的買花和抵對的牌 他在這裏選擇做了加注到43萬的積分牌 那他在這裏選擇做了加注到43萬的積分牌 然後他這裏得到了一個30萬對103萬5千的一個賠率 我們知道在我們計算賠率的時候 不但要把自己需要跟住的籌碼算進去 還要算到自己的原本的底持的籌碼 兩者相加才是真正的底持 所以有一些對概率不太熟悉的玩家可能會覺得 Juanda這裡的跟住有點-EV 因為他花了30萬去跟住一個70萬的底持 好像不太夠 但其實他真正的賠率是30萬比103.5萬 他在這個轉牌上 Juanda他選擇過牌給破壞 那我們看見這邊Juanda是只有K-High的牌 破壞在這裡也只剩下一張 也只有一個敵對 他這裡選擇繼續看一張免費牌 因為轉牌的一張勾是更加擊中了Juanda的範圍 那這個合牌發出來Juanda他現在是兩隊K-K狗狗實地踢腳 而Paul Fua他現在買到了他要買的花 那現在Juanda過牌給Paul Fua Paul Fua這裡拿到了第三大堅果牌 在短牌裡只輸一手勾勾和A花的情況下 他的牌力現在是非常的強大 他選擇做了一個比較標準的70萬的價值下注 Juanda的後手還剩下一百二十萬 可以說這個70萬的下注對於他來說是威脅非常大 因為不管這裡對手是有牌還是沒有牌 這個下注尺度都讓他非常的難受 你看這個你還沒記住嗎 前面全部撥死人的牌全部是落下撥死的 SMC AK桃花是A桃蛋沒有桃花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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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